很好的我讲这边的时候 怕到板山腰了 假期是从大年三十开始的 但那八节庆祝就开始了 那八节吃那八粥 那月二十三过小年 那月三十除夕 正月初一过大年 法定假期在正月初六结束 但民间过年的喜庆 要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 接下来跟我的视频 过一个普通的中国年吧 那月二十九上午 火车站都是回家的人 今天在我家吃团年饭 我妈的秀啊 好看 要违远 不违远不好看啊 你把这个提起来再粘点嘛 来 来 来 稍微上一几点 一个上一几点 一个稍微上一几点 一个稍微上一几点 好 把这个上一几点 他过来就把那边 稍微往一几点掉下来 哈哈哈 哈哈哈 着可抑 啊 人都看不见了 在这个纸紫花丛里面 鑽來鑽去 然後來看一下 這邊 然後再看一下這邊 總體就是這個樣子 看一下今天晚上吃的菜 再補一個 又拉了兩條 現在它是這樣子 前兩天打掃了屋子內部的衛生 然後今天我媽現在要 弄這外面的幾間房間 抬出去洗眼 在那邊洗衣服 開始做年夜飯了 開始做年夜飯了 這是啥子啊 燒一個牛肉 掛燈呢 來這個是 什麼 看兩個長什麼魚子 什麼魚子 魚皮 魚脚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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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先拍這個 你站那邊 對看你回味 哎呀沒事的 走就對了 走啊 走啊 等龍是這樣子掛的 撐撐撐開 就變圓了 就變圓了 可以 等一下 這個 日進斗金 然後這個是發財 這邊是 抱起來 我們家有這個 專貼的 家和萬事心 所以我們就沒有貼這個 最外面的這個對聯 一年四季新好運 然後這邊是八方財寶 進家門 天黑之後開燈的話 它就會很亮 恭喜發財 這邊是恭喜 那邊是發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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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你不要牛嗎 過不多少錢 過不回家的 洗東西洗好 還沒洗完 就是前面那種 門上貼上大的 大的對聯 我們這個不用貼 紅紅的圓燈籠 現在是下午五點 五點過幾分 我們準備六點半開飯 五點半開飯 媽媽吃的是 燉雞的 嗯 我喜歡吃的 扒 扒 扒的很多 嗯 要的 脆眼 四川名菜 是骨頭的 吃一個辣肉 這個能幹的四川男人 弄一邊弄菜 然後這邊 已經在掛帳篷了 今天晚上在這裡吃飯 太冷了 然後要把這裡圍起來 早餐 便宜 給你吃一口 點點點點點 嘗嘗 你不要擋到金頭 嗯 哎呦 哎呦 怕 怕个天哪啊 怕个天哪啊 大年三十的傍晚 落日很美 今年除夕在二爸家团年 吃了年夜饭 现在去镇上给老爸送饭菜 大年三十晚上 一路都是放烟花的 大年三十 udiMe 工程 你不得不得冯法 你给不给我们去干操 大年初一和宝子们逛街的一天 背景音是春晚重播 小平坑 广场上好多人 你走一去把它端到嘛 你走一端到 你去刷了我再给你 妈 我再给你 你去我帮妈起来帮我 你去刷哪一个 你去刷哪一个 去不去 姑妈就给你打 不刷哈 中午回来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继续出门逛街 王雨彩 给小朋友买了不太香的甩泡 回家啦 大年初二姨妈的生日 哎哟 出去啊 出去啊 忙忙忙 忙忙 是她 又是和家人们逛吃的一天 回家了 哇 我把你吃了 小老他肯定出现了 他哥哥不小心把他的棒棒糖掉地上了 小老他肯定出现了 那你吃啥吗 小老他肯定出现了 那你我吃 我肯定出现了 那我骗你啊 我看你才骗你 我肯定出现了 我肯定出现了 绣一把长长的睫毛 我肯定出现了 你比的啦 你比的 来一块睫毛 你比的 哎呀 你不要丝锦笔 轻锦笔 我肯定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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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初三 爬山 这夹宽啊 没有这哈 还可以耶 250米后又转 山里面 好冷呀 有几颗菜 我肯定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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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冰林 李冰林是为了 纪念秦代修建 都江宴的 蜀郡俊首李冰 而建立的一座陵园 位于中国四川十方 落水镇 陵园建构 以直上山顶的石阶 为中轴县 从南向北 地势建高 有牌坊 雕塑 殿堂 亭阁 等景观 从九龙石壁 到山顶 共999 及时街 这是我们今天要挑战的高度 我给你拍 这个位置已经看不到我妈妈了 还是可以看见最前面的水库 然后这边是一个碑 创科学治水之先例 见华夏文明之瑰宝 江泽民 1993年 我妈就在前面的那个地方 她应该不上来了 冥养中魂 有斗江神 我妈还是爬上来了 在春节的荡期 这个景区一个人都没有 在春节的荡期 这个景区一个人都没有 刚才从那个正门的 主路上来 然后现在我就想换一条路下去嘛 这边是区大鹏寺 大鹏寺那边也可以通往那个停车场 我们一会就走这儿下去 这边就是 正儿八经的爬山呢 你该把茶杯端到来 我给你端上 爬到板山腰了 对呀 人家就说请远路返回 不如意啥 小婆婆一点都不如意 我不管我你好深点 我再配死你 这里还有一潭水 这是一条河 前面可能有条吧 好了马上要上公路了 以前老房子如果在这边的话 他就只有走这个路 走这上来 上来之后现在就去停车场 这个就是那个大鹏寺 他直接用他的名字来明明 这个应该就是礼宾村 然后一路上都是这种小房子 嗯 可以啊 住的 注意你 走一趟 哦 要在二点 嗯 要去拉一下 拉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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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